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题目 又是一个数学老师把题目出得太难 所以全班都没有人成绩超过59分 就是大家都不及格 所以老师的错 老师自己补救 他就把全班的成绩 用这一个公式来做调整 后面巴拉巴拉的列了五个选项 来我们一个选项一个选项来看 先从第一个选项 他告诉你说如果原来的成绩是9分 调整后的新成绩是不是60 基本上就是带进去 那在带进去之前呢 我想先把这个公式稍微化解一下 因为这里有十分是s加1 那相除对数里面是不是就是相减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会 把它变成40倍的log 以时为底的s加1减掉 log以时为底的10 这个就是1嘛 所以1乘上这个40 是不是就减40加60 那不就变加20吗 所以我今天都用这一个试着来带 那所以当他说s等于9分 原来9分 带进去之后呢 是不是就变成log10这是1 40加20就是60 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 他在告诉你说 原来只要考9分的人 就就及格了 这个老师好像大放送还蛮论词的 来 请接着我们看第二个选项 他问我们说 如果某一个人原始成绩超过20分 那他调整过后 新的成绩会不会超过70 跟刚第一小题的概念很类似 不要去算这个log20约估嘛 他等一下超过也没有叫你很算很精准 log20是不是1加log2 log2后面的表告诉我大概0.3010 所以我们整个带进去算 就大概72 所以你带19进来就72分了 你带20进来当然超过72 那他说他成绩超过70 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 他说呢 如果调整后 新的那个成绩的全句 会比原始全班的成绩的全句来得大 我觉得你们应该不容易感觉得到 大体的全句有没有变大 那一般有我们所谓的全句 是不是就是最大减掉最小 所以我觉得 大部分的学生应该会就会去减减看 所以呢 因为他题目告诉我 我旧的是不是不超过59 那假设最大就是59好了 如果你把59带进去 带入这个公式 你要我们公式先写出来 把x用59带入 那不就log60吗 log60的话就是1加log2加log3 把log2跟log3用后面的表 0.3010跟0.4771带入 约估算一下 他就是91分 那全句是最大减最小 我觉得应该会有一大部分的同学想 那最少几分出那么难 可能就是0分啰 所以呢如果你把x带0进去 那个0带进来log1 log1就是0 更容易算啰 就20分 那这样你一想就会发现 你59到0 你就原始分数全句是59 那新的呢 是不是91减掉20 是不是就是71 果真变大耶 如果你知道你是不是就选了 可是小心耶 你是只有拿两个data带进去耶 不代表说当你用数字带入对 不代表对啊 万一你是运气 运气好或不好这难说 所以通常你没有去 你没有证明 你只是用data去检验 错的话 你找到一个错的就赶快写错 可是如果是对呢 你是不是应该再仔细一下 再多带几个数值 那这一道题目一开始 其实教授有用心 他一开始就导你带9 所以既然有一个现成的9 你会不会用9试试看呢 来我们刚刚已经做过了 如果你把9带入 已经知道就是60 这时候你也想想看 如果万一你的最低的成绩 那这一群同学41个人 最低分是9分 最高分是59 那原始的全句是不是就50 可是新的呢 是不是从60到91 60到91才31耶 你马上就发现不对了 它并没有变大 所以这一题 这一小题 大概是这一题最难的 我觉得错误率应该是 答对率是最低 错误率最高 很容易因为只带了 0到59而选了 可是它有另外一种状况 是不对的 那我想再从另外一个观点来分析 这一道题目它的精神 所以我们从第二个想法来看 你看我的图面上 其实就告诉你说如果我把这个公式 定它为Y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这个函数 你看到我这个图 怎么画我没有说你考试的时候 需要把图画出来 可是当你看到这个公式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觉到说 这个对数呢 以时为底递增 所谓S加1是原来你那个Log以时为底X向左移一单位 乘上40你知道Y方向的伸缩加上20是不是平移 所以基本上跟原来的Log的图形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那个图形还是这样的递增 如果你对这样的对数函数图形 平常有多一点了解的话你就能感受到 它这种图形可能在前面的地方你看上增很快 可是后面是很缓慢的增加的 这一道题目刚里有些同学为什么会带错 原因就出在这里 你刚才如果带从0到60 0到59这里 你发现它的Y方向是不是改变很多 可是万一我的最低分是从这个点开始呢 你看从B点到C点 其实我Y的方向只改变一点 所以要对这函数图形有深刻的了解 你就不会被骗 所以难题再多了 不过这一题考出来 也让同学们再多深一层的了解 对数函数图形 它的一些基本概念 那我们接着看第四个选项 他问什么呢 他说如果小微原本是在班上成绩的中位数 就中间 那经过调整 它是不是还会是中间呢 如果你想要猜完想要验证 至少会要拿资料带进去看看嘛 我们就会看刚刚你已经带过的值就可以了 比如说刚你带过9 我们就把9带入刚刚调整的公式 刚已经知道9带入是60 再用刚刚的比如说带59 你要带19 29都可以 我们59带入刚是不是说约估算出来91 你本来发现原本呢 如果你的x比较大 其实关键点还是跟刚前一体有点像 因为你这个以时为底 你这个值比较大 真正的你整个对数的值就会跟着变大 所以你看后面的这个对应调整过来的数 是不是就比较大 跟刚刚的图形你再看一遍 来 果真啊 来 刚图形上花水都告诉你 以时为底的对数啊 本身就有s越大 y跟着越大 数学上的讲法就叫递真 所以这道题目在告诉你说 既然它是一个这样s越大 跟y跟着越大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我小文本来在中间就说 大家的次序都不会 大小的次序都不会改变 小文本来在中间 调整过去 当然也在中间咯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来下一个选项 刚刚第四个选项我们发现 中位数的位置不会改变 那他马上紧接着问你 伴随着来中位数概念很像的 来 平均数会不会改变 以前有类似这样的问题 但是考的大部分小考考的都是线性嘛 它的调整是as加b的话 其实平均数也不会改变 可是这一题不是耶 它这个是look的函数耶 你一定敢要先猜 到底猜对猜错 总要拿个资料试试看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跟刚刚一样 我们拿三个资料 我为什么取9929 当你要算的时候要带资料的话 你总要平均数好算啊 你看我9929 我这三个资料点的平均数就是19 我现在只要把这三个点带入 看一下他们的平均数 会不会是19的那一个点带入的 所以为什么取这三个 9刚算过了 刚是不是带入 是不是就是60 19呢 一样不难算 我们只要把这个look2 0.3 大概约估 是不是就72 最后一个29带入呢 look3 0.4771 再加1乘40加20 大概79 所以这道问题在问你的是说 原本的9929 算数平均是19 新的调整后的这三个乘期 算数平均数 就是他讲的平均值 会不会是72 看一下60跟72的差距 和79跟72差距就不一样啊 平均数怎么会可能是72呢 所以这个选项是错的 那我们整个再回顾一下来 这一道问题 五个选项 哪几个对 第一个 9带入原始成绩60对 如果呢 第二个 20带入超过70也对 第三个最容易错的 全去这个不会对哦 那中位数会保持 大小次序最对 平均数不对 所以整个解答是124 因此 因为 再次序最会 稳定这个 没时间 收拾 稳定 чтоб 我们 FE